这一次我来到了三门县木韶村 眼前的景象完全刷新了我对三门贪图的印象 诺大的海滩为什么要被划分成一块一块的呢 带着疑问我再一次踩上了木泥马 这是当地人进入贪图必备的交通工具 上车 高速公路 上什么 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 对啊 哪来的高速公路啊 他们骑过的基本上都是一条道一条道骑过去 沿着他们这个痕迹往前走 对啊 贪图上本没有路 划泥马的人多了变成了路 而且还成了高速公路 木韶村村民程江永大哥告诉我 贪图上的道路四通八达 人们沿着划过的痕迹 就可以顺利到达自家承包的贪图责任天